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来自收看狐狐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的1596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Volge Class的弹玄机壶 应该是今年开春以来最抢手的商品 前一阵子的话价格飙涨 最近的话好像货源比较充足了 不知道各位你入手了没有 这款玩具本身做的确实还可以 人气也是比较高 黑狗队的老大狂派里头 Megatron的一个死忠的追随者 它的设定的话非常有趣 那玩具本身的话 以官方的素质来说 这款V级的玩具做的算是近期两台 是做的比较好的 身形比例都很漂亮 然后透明件也用得很大方 整个枪管其实都是透明件 如果你光打得好的话 其实都会看出来 可以有一点能量炮的感觉 包括它的一个胸腹这里 都是紫色的透明部件 那它最可惜的吧 是面具不能拿下来 这年做过MMC的那一款 面具是可以拿下来的 比较可惜 因为毕竟它在设定里头 它这个面具里头是戴尖刺 往这个要处决的人脸上戴下去 非常残酷的一个idea 后面的话就显得细节稍微少了一点 也比较单薄 后面这里屁股就感觉有点凉凉的 对不对 不过以官方的V级玩具来说 这个已经是没有什么破绽了 腿也很长 可动的话也是比翔中来的优秀一点 这个脚的接地 外摆内收 还有裙甲的造型设计 基本上是非常过度的很自然 腰身可以转动手臂的平举 头肌可以转动 而且很久没有看到 Vogecoin S的话 还有手指可以单独活动 算是近期诚意度比较高的玩具 配件的话则是手上的大枪 这个大枪的话 如果你不想放在手上的话 也是可以把它给取下来的 取下来之后 有几种玩法 比方说你可以把它扣在背后 扣高一点的位置 这样 然后的话 这两侧的这两个部件 稍微翻开一下 推扣 然后往前放下来 就形成了一个肩炮 这个也挺好看的 相当有钢弹的感觉 但是因为这个漫画的话 我是只有翻了几页 我也不知道 它在里头是不是 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另外一种玩法则是 单纯只拿出这两把枪 组合成超级长枪之后的话 就可以摆出拖枪或者是两手瞄准 当然由于它的下盘设计的话 非常接近于人形的比例 还有多出来的膝盖 这块部件 所以做出一个蹲下来的一个 蹲射的一个姿势的话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而易举 综合来说呢 它的人形的把玩的一个乐趣性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这一款玄机弧的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呢 我从后面的话呢 把这个背包给解开 它这个有两个凸根奥 左边右边扣在这里 把它解开 往下退一点之后 翻转180度 先退到这儿 那这里的话呢 只是胸甲呢 是从这里下方往上挑起来 挑起来之后呢 把两肩打开 然后呢 两肩的话呢 先往后面退 两侧同时往后面退啊 拉出来之后往后面退 退过来之后呢 到这 把这个头啊 给整个推到里侧去 先把头给藏起来 头的话呢 尽量的往内部推 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 往上面上来 它这里的话呢 是有个缺口啊 其实要跟灰色的这个部件的话呢 是要做一个尽可能的一个咬合的 但是尽力就行了啊 不一定要整个扣进去 我觉得有点困难 那整个这个肩膀 已经前后做一个翻转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顺势的 把这个部件往后面推过来 它这里有一个 凸根奥的一个结合 把它给扣上去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看你的这个腰部啊 腰身有没有转正 如果腰没有转正的话呢 它就扣不到了啊 到这边 好扣上去 然后这两根蟑螂出嘅啊 把它给放到前方去 到这里 整个坦克的头呢 算是已经变形出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我个人的习惯吧 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紧 我习惯先折一下 趁它腿还摆正的时候呢 稍微折一下 因为它等一下有个多重的关节 好 脚先扭一下就行了 好 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变形手部啊 手部的话呢 我们要翻一下来 这里有一个结合的位点 它要结合谁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 翻过来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里 图跟刀结合 那就把它转过来 然后呢 内八字一样的感觉 把它给扣下去 这里的话呢 由于它是一个想象出来的 外星的一个坦克 所以 呃 变形的时候呢 很扭曲身体 这个都是意料之中的 这个部件都推到上方去 待会要做脚的一个结合的 到这啊 那另外一侧的话呢 我们也先把它给扭下来 扭下来到这边 那利用这里的多重关节 这个变形的话呢 其实这个玩具 我觉得变形 其实并没有说多爽快了 只能说造型有凹的出来 好了 那就是暂时到这里啊 那这个拳头的话呢 看你个人喜欢怎么转啊 这个转成 这个方向可能好看一些 好 我们总而言之到这吧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把 这个时候我是建议吧 先变这里好了 这个 撬开来 然后呢 往这里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呢 这里的话呢 第一次变的时候呢 会有点卡 不过我没有担心 不用担心 你就尽量把它给压下去 但压去之前 你要检查一个东西 这履带有没有一条直线 像这里的履带 就是没有一条直线 我们把它打下来 打正一点 打成一个直线 这个时候呢 这个部件卡进去的话呢 才会比较顺利啊 这个地方呢 才不会有 崩开的一个情况 那这里面的话呢 那这里面的话呢 是有一个凸 扣进里头 这个凹 那么这次的腿就变完了啊 那我们这次一样检查一下 你看这个履带是不是上翘了 我们把它给 拉正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 再把它给打开 这个地方被打开 到这里 好 那一样的啊 我们稍微的去注意一下 不要让它去 这个部件 不要让它蹦开了啊 稍微留意一下就行了 把它给扣进去 要推一下 推不进去的话呢 就是稍微调整一下 我的这一款的话呢 这一侧有时候是比较紧一点 好 两侧都扣进去了 那最后就是怎么样呢 这个就要盖上去 它就是有 一 二 三 四 四个凸跟刀的一个结合 那我们就这样顺势的 把它给推下去 基本上公差是 算的很准的啊 不太 不太 算的 我还是不要讲 没有什么困难好了 有时候 一个不信的话呢 就是扣不上去啊 哈哈 来这里 咬盒把它给咬上去啊 你看整个就崩开了 哎 这个刚刚 不小心让它开了啊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最后 先打开好了 看一下 偷看一下里头的内容啊 偷看一下里头的内容啊 好了啊 其实这个应该是最后才扣了啊 说明书是最后才扣 好的 那我们这一款 最后就是一些捏合的一个动作 我们这款 来自于 这个官方的塔恩的 它的一个变形 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 那最后这个炮塔的部分呢 记得啊 它这里是有一个圆形的图 后面有两个方形的图 我们说啊 方形的图朝到后面啊 这个炮塔扣上去之后的话呢 对于它的 腿部后方的稳定性是有加分的啊 那所以说这个武器的一个组合是非常赞的 而且它的炮 是可以转动啊 作为一个坦克造型的话呢 炮只要能够转动的话呢 就至少要60分了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轮胎 这个轮胎 我觉得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是不太懂啊 这个坦克 这个过去有一说啊 就是 坦克的玩具到底下面要不要付滚动的轮胎 你付给它滚动的轮胎 是希望它可以滚嘛 对吧 但是履带里头 怎么还会有轮胎突出来呢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履带的 这个玩具 你做轮胎就是要它能够滚 结果你 不能滚动的轮胎 你做上去干什么呢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本身就 它这个轮胎 它只是假的啊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假轮胎呢 你直接履带就好了 你为什么你 就是不给它推车了嘛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个 把这个轮胎做出来 你何苦呢 对不对啊 当然这是 这是侠不掩鱼啦 这个个人来讲 个人来说的话 这款玩具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了 坦克的样子也是好看 就一整个狂派的配色 非常的鲜艳啊 这个地方我是 是不是一直没扣到位啊 这个坦克的头好像永远扣得不扔了 不管了 反正变形不到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背后的造型就这样子 除了背后之外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死角 也难怪说这一次就是比较抢手的一款玩具 但是我相信更多人可能是基于一种跟风吧 就觉得说这个玩具好像很帅 大家的东西都想要拥有一样 其实它的变形本身 并没有说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手感 就是一般般非常的普通 那就是美型度比较高 那人气度比较高 那综合来说也不算差啊 但是可能吧就是大家也不需要说把它捧得太高 当然它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 它是黑狗队成员的老大 后面可能一系列的队员会陆续的推出 那这种就很有吸引力了 这种会让我们有强迫症 想把整队收齐的这种 这种编号的这种收集感就很要命了 好吧 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期待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